美国联储局在2号宣布加息75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这样大幅度的加息 一些声明里暗示可能会放慢加息的步伐 一度立好三大指数 道琼斯指数最多是升了超过400点 而美联储同时也首次明确表示 加息影响具有滞后行 而鲍威尔的一番话也影响了股市 他说现在谈暂停加息还为时过早 而最终利率水平将会高于先前的预期 鲍威尔的言论也让道指转叠 临近收市越跌越多 再收报在3000应该说到是来到32147点 跌了505点 美联储在两天货币政策会议后 宣布再次加息75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.75%至4% 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 也是美联储年内第六次加息 美联储预计持续加息将是适当的 美联储再次重申 强烈承诺让通胀率回落至2%的目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 美联储明确意识到高通胀会造成困难 但目前长期通胀预期仍然顽固 不过美联储也首次明确表示 决定未来加息步伐时 会考虑到加息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美联储将考虑货币政策的累积紧缩 获益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滞后性 以及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将这一表态 解读为美联储暗示 可能很快会转向更加谨慎的加息步伐 但鲍威尔也指出 目前谈暂停加息还为时过早 鲍威尔再次强调历史经验警告 美联储不应过早放松政策 鲍威尔认为如果没有价格稳定 劳动力市场将无法保持强劲 但多项指标暗示 美国经济将在第四季度温和增长 鲍威尔记者会后 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 市场预计美联储12月 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56.8% 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43.2%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